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广基小安 今天呢 是第一晚上在小凤这里住了 这个别墅这里 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在露睡的时候嘛 它上面那些还有凤裂会有一些发发发的那种声音 是有点恐怖哦 因为我都没有在这种地方住过嘛 就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呢 小凤也交代了嘛 我就好好的在这里待几天嘛 就等到回来的时候就好了嘛 就是一个人的话是有点无聊的感觉 因为在大山里面嘛 都没声音的感觉 每天晚上的话都会带我去听歌说说戏品啊什么的 不然的话在这里真的是有点无聊 我都不知道小凤是怎么度过的 一个女孩子能在这里待这么久 我在这里待第一天晚上我就感觉有点有点不记载的感觉 因为没住过这种地方 特别是还有老鼠啊好像 风大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那种风发发发发的这样子 有那些回音就感觉有点恐怖 然后他一出到外面那个门口了 都是黑不溜秋的 因为在 因为在大山里面嘛 是没有路灯的 呃 一个人的话是有点恐怖 呃 也行吧 反正 呃 也还行 呃 就等小凤去大城市回来了 呃 就好了嘛 呃 就好好的在这边大山里面待几天啊 学习一下啊 喂牙喂猪啊那些东西 先自己学习一下嘛 等小凤回来了 一切都好了 我就先再待几天在这里 呃 其实呢 我感觉 一个人在这里住真的是有点担心 提心吊胆的 如果有另一个人就好了 还可以聊聊天嘛 说来说去 我还是优秀那句话 我挺佩服小凤的 怎么敢一个女孩子住在大山里面啊 佩服琉秋 路灯都没有 而且外面又有那种风的声音 发发发发的 真的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那种 而且又没灯啊 一眼看过去 都是黑的 小凤真的是太厉害了 跟小凤学习的话 肯定是挺好的 所以我喜欢慢慢跟他学习嘛 我觉得小凤是个 比较前世的女孩子 啥都能干 我就感觉我一个大男孩子 这里我都有点害怕 因为没体验过这种生活 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种风太大了 他那里又没有封闭 然后就有那种风的声音 让人听到就感觉有点恐怖嘛 也没事 就等小凤回来了 就跑了嘛 又有老鼠 这里的老鼠真的很多 这里的老鼠真的很多 真的太变故小凤了 就能在这种地方住 还好我有这个瓦斯海的拿上老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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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